1600新经济首先要关注的是日元的汇率 不同于美国联准会的紧缩政策升息态势 日本的货币政策采取宽松步调 日元对美元汇价在昨天创下了24年的低点 后续效应要先请舒涵告诉我们 好谢谢丽如确实是这样子 到底为什么两派的这个状况会变得越拉越大 首先来看到就是货币政策影响 因为在日本的部分他们属于鸽派的 所以是比较宽松 但是美国持续来缩紧他们的货币 所以美元是持续在走强的 双方是越走越远的一个情况 所以造成的是日元对美元 现在已经扁破了140大关了 来到140.13日元对1美元的一个价位 这是创下1998年以来的一个首见的一个情况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从3月份开始的 我们来看到3月份从115持续在走扁当中 所以今年整个累积下来已经跌超过了20%了 而且随着这个美日的政策分歧扩大 日元的跌是非常难挡 尤其我们看到美元指数的部分创下了20年来的一个新高点 也显示出美国他们国内的经济是有一个韧性在的 这个韧性会让他们升息的步调走得更加的稳固跟确定 所以日元走跌的跌势是非常难以阻挡的 那日元现在失守了140这个关键价位 外汇的策略分析师就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水卷 那政府可能会介入汇价或者是大幅升息冲击到经济吗 那这个恐怕还有待观察了 而再来看大陆成都宣布静态管理超过2000万人不得任意的出门 深圳也进入了准封城状态 不过成都跟深圳都是笔电跟苹果供应链的重要聚集地 相关冲袭要再请教舒海 好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到成都是在昨天的时候忽然宣布 他们要进入一个封控的情况 原则是居家但是就是封城嘛 那近2100万人是不得任意出门的这个情况 而且他们要做这个核酸检测 长达四天时间要把它全部做完 但能不能如期完成还不知道 而深圳方面呢 现在是扩大封控区域准封城的状况 所以整个供应链和物流人流可能都会受到干扰 尤其是深圳的部分 现在恐怕要来封个20天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个影响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所谓刚刚提到的苹果供应链还有笔电 因为这两个地方是生产重镇 那现在法人就担忧说会造成双杀的一个情形 但其实像是鸿海的部分就表示 他们成都厂目前都还是营运正常 因为好不容易摆脱限电又迫上疫情 不过这个情况一直反反复复 所以他们这个经验可能是相当丰富的 所以各厂区其实都有应对措施 所以不至于会造成影响 另外我们再看到英业达广达还有双红的部分 他们在重庆设下了基地 所以和成都不同 所以厂区的运作应该算是正常的一个情形 好最后要来聚焦的是房市 六都的地震值统计八月买卖以转动数写下了年月双增的好表现 专家分析房市在民俗月不但可以归纳两项关键 再请教淑海 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房市讯息了 首先我们就来看到现在的一个情况 六都地震局公布这样一个数据在八月的房市买卖 总共达到了一万九千一百五十五栋 年月双增 月增幅达到了百分之三点七 年增幅达到了百分之十四点四 所以大家在想说是不是转区下行的一个房市 现在是不是要向上了呢 不过我们要看到 这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因为他们的量能开出了红盘 是受到疫情影响 所以去年的基期是比较低的 还有新岸的一个交物量 受惠的是包括了科技还有工业园区的 这个利多的议题来去做一个带动 尤其是台南地区 我们来看到八月份 它的这个转移动数 创下了历史的单月新高 所以台南的部分表现是相当亮眼的 那我们也看到专家的相关分析了 来我们看到的是房仲 契研市专案经理曾静德就表示 包括了工作天数 还有所谓的预售屋的交屋量 都会是一大关键 尤其是八月的工作天数 其实比七月多了将近一成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对这个交易的一个热络度就有帮助了 再来看到交屋的这个移转带动 也让整个买气是顺势上扬 不过是否房市会一直持续的往上 现在其实还有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知道升息的脚步一直没有缓下来 还有通膨的问题也一直存在 以及两岸的关系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 所以还存在一个区域风险的关系 另外是我们经济衰退下行的一个情形 现在也还没有看到一个终点 所以房市是否会从此热络下来 现在真的还是言之过早的一个情况 那么更多的相关内容 欢迎您可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同时在脸书以及YT频道 您都可以搜寻的是TVBS国际Plus 掌握更多相关资讯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禁忌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